主播带你由澳洲逝离篇 由我方建议带你由逝离不为人知的一面 来到逝离其实都不一定要驾车的 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很方便的 这里就是Manny了 距离市中心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船程左右 谢谢你 你逝离你不要只是搭车 记住把握机会去搭船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前面我们逝离的大桥 左边有什么呢?有歌剧院 让我带你们吃逝离最潮的甜品 海盐雪糕吧 总之不吃那么饱了是不是? 试一下蓝色 来到逝离还行大商场吗? 让我带你们逝离逝离最潮的Sir Hughes 这里真的有很多小店 有书店,有唱片店 前面有很多服装铺 一点都不贵 而且在香港一定买不到 而这一区的男生都特别有型 很配合我平时做事 做事做得很金 这里叫Bondai 是离开逝离市中心 比如我们搭车搭了 大概半个小时就来到了 它的卖点是卖一些有机的食物 立即叫个子 最喜欢的一个Pancake 这间餐厅除了可以坐在这里 叫早餐吃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有机的食物 这间餐厅 是变旅旅行 今天带大家到悉离这个工业村 怎样来的呢?很方便 在市中心搭一辆巴士 三四八号 不用半个小时就来到这里 哎呀我蠢了 原来这里踩单车过来 看到吗? 踩单车过来 是可以拿到一杯免费咖啡的 全色尼有很多这些旧区翻新的景点 不过最新最出名的 就是The Grounds这里 你看看这个花园多漂亮 其实这个园区分开了三个区域 有The Garden The Cafe 和Potting Shade 而且这里的食物还很好吃 很多特色 偷偷地摸一下 真是东西 虽然吃得很饱 但也想介绍附近全色尼 最出名的西瓜蛋糕 里面真的有一块西瓜在这里 而且这里的蛋糕口味每天都不同 由The Grounds出发 走几个街口就多了 这条街叫Cansington Street 这一区其实是一个创意集中地 有很多单位给艺术家搞展览 喜欢艺术的人一定要来看一下 想探索更多澳洲城市的资讯 立刻登入这个网站 跟我方建议一起休息你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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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